想什么呢 你真的不想知道是谁吗 我一点都想不出来 其实我知道是谁 只是我想让他亲自到我面前来 跟我坦白而已 真的是我们自己人吗 是孙曼玲 曼玲姐 没关系 我有预算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他怎么了 他之前遇到了一次 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下雨天 不是特别远处 也是 困在那么高的地方 谁都会有意义 我从来没跟苏曼玲讲过 那天你在天台的事情 他为什么会知道呢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监控画面拍到了 苏曼玲 尾随你跟陈文文进去 那天晚上 把你所在天台的人 就是苏曼玲 我是真的没想到 苏曼玲会那样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对她多了一些关注 苏曼玲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经常走神 我就觉得她有问题 来电话了 我去趟洗手间啊 我去趟洗手间啊 没想到 她果然偷走了 我们的设计方案 不好意思啊 玛玲姐 不好意思 我去找她 进公司以来呢 她真的帮了我很多 有的项目 也是她带着做的 我不会的地方 她也会教我 我想象不到 她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有点难以接受 我也是有点难以接受 苏曼玲在公司 这么多年 我是不想 让她走得太难堪 好了 先别想这个了 你现在想一想 如果要给你放几天假 你想去哪儿玩 你要给我放假吗 当然了 去哪儿都可以吗 你说了算 那我又好计划就好 来 过来吧 这又是我的计划了 喂 怎么了 喂 怎么了 等会儿 我这边紧急情况啊 待会儿打给你 这次测换 没有哎 客户很喜欢你的换案 是你自己的 安安 谢谢 你来了 今天这么早 不早了吧 周翔 我的新同事 你好 周翔 许承然 妍妍的老公 别听她瞎说 那也是准老公 那这样吧 姐 明天我给你煲汤 以后都不用叫外卖 不必了 这么艰巨的任务 还是交给准老公来做的 有机会的 看什么看 放车 我给你煲汤 你看嘛 别人的饭就那么好吃吗 你吃醋啊 我吃醋 开玩笑 我吃什么醋啊 你不自信 他是挺帅的 不过我也很帅啊 不就比我年轻几岁吗 什么的呀 我没年轻过是怎么着 你又不幼稚 你没听说过 爱情话 仍然变得幼稚吗 小姐姐 你不就喜欢 幼稚的小鲜肉吗 你别这么叫恶心吗 那你能不能不要吃 别人的饭了呀 小姐姐 好的呀 小哥哥 那我们去吃什么呀 小姐姐 我们去吃香喷喷的火锅吧 好的呀 小姐姐 你最近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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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呢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闭嘴 闭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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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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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 怎么来这儿了 我不是想在哪儿见到你吗 我来开车 怎么能让你开车呢 今天啊 我来开 你就好好享受着 坐在副下就行了 好吧 来 借好安身带 我来开车 先去看看 我们的东西 今夜 晚上 到 你 到 我们回家 我当心啊 路上看看 这个台阶 看看 小麦 这是哪儿 小麦你看 这是我们家哟 你看 这是广达住的房间 他小时候啊 回来就在这个窗边写作业的 对啊 我哥哥啊 读书的时候那成绩可好了 你说他要是活到现在的话 咱们的日子 可就没这么难过了啊 姑姑 回来是为了让奶奶高兴的 你别总提伤心事 对对对对 你看看我这张嘴 提这个事干嘛真是 奶奶 你的这个老房子 不会一直这样的